各位同学,现在跟同学们介绍各种的登山装备 首先跟同学们介绍必要的登山装备 救命盒里面经常我们会摆急救药品 手电筒、打火机、哨纸、紫北针、瑞士刀等等的这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你急救时候需要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把它收整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万一急救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接下来介绍头灯 夜间在行进的时候或在行动的时候 一定要带这种易经式的头灯 这个蓄电量会比较强 而且灯光会比较亮 目前登山装备来讲是越来越进步 像这种易经式的头灯 可以在你夜晚的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 底下是救命坦 这是目前比较新式的装备 当你衣服撕掉的时候包上救命坦之后 可以迅速的让你的衣服很快干掉 而且体温不会善失 这是目前国外比较新式的登山装备 这个是环保的粪便袋 目前在欧洲比较先进的国家要求登山的时候必须不能把这些粪便留在山上 一定要带下山所以说这个是反饱的混便袋 它里面有清洁用品 包含可以消毒杀菌用的东西 当你把你的排泄物带下山的时候 一个礼拜拿下来之后 里面不会有臭味 而且不会造成细境的这个滋涨 接下来是太阳眼镜 到了高栅上面 主外线比较强 尤其是雪地上面 如果说你不戴太阳眼镜或是雪镜的话 眼睛会造成血盲 还有预寒的衣物 手套 黄寒帽 遮阳面具 百变头巾 还有袜子等等 还有绑腿等 后面这一排就是 你预寒的衣物 包含这个黄寒衣中空纤维的裤子 羽绒衣 GOTEX的乙衣 这个乙衣目前来讲是 价钱虽然比较贵 但是它具有排汗透气的功能 让登山者在爬高山 下雨天的时候 你不会有那种外面湿 里面也湿的感觉 它是目前很好的一个登山装备 睡袋 然后简单的一个预寒的毯子 还有睡垫 最后是宫顶包 当你要登高山的时候 要宫顶的时候 不必要的装备 你可以集中放 然后带必要的粮食 云水 宫顶 这就是简易的一个宫顶包 现在的宫顶包 可以附在你大背包上面 然后它不需要另外再带一个小的背包 塞在背包里面 这样很麻烦 新式的背包 它本身就附有这种宫顶包 所以说在你登山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还有粮食等等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做介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